MING PAO TORONTO 好像隔了一段時間都沒有做CPU性價比的主題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蛇叔懶所以不做 而是因為新CPU剛剛推出 很多時價錢都會加得很快 就以i511400F為例 價錢由12800加到接近1600元 這次計算的性價比 那次就會不準 不過Intel 11代都推出了一段時間 我想價錢都應該再沒那麼浮動了吧 藉著這次的機會 不如我們研究一下 究竟i511600KF更划算 還是5600X更划算 為何要選擇這兩顆CPU呢 首先它們都是6核12線程的Top Model 5600X的市價大約是2420元 而i511600KF的市價是2080元 至於為何不選擇i511400F 而要選擇11600KF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看數據 i511400F 效能是不可能贏到5600X 我們就看看SIMBench R23的測試 5600X就會錄得11346分 i511600KF就會錄得11199分 它們分數上的差異就會有147分 百分比大約是1.3%左右 如果比較上Unlock Power Limit的i511600KF 那成績就會再高一點 去到11231分 差距就會縮紮至115分 百分比就相差1%左右 至於單核成績 5600X就會錄得1546分 i511600KF就會錄得1558分 它們分數上的差異只有12分 而單核成績來說 Intel就會反領先AMD少許 既然它們的CPU效能都不相伯仲 那用來打遊戲 它們的效果又會不會相差很遠呢 在2K的解像度最高畫質的設定 兩款CPU配以3070的表現都非常接近 其中四款遊戲中 DOOM INTERNAL 5600X就會領先i511600KF 4FPS 而WATCH.LEGION和ASSASSIN QUID VALHEALA i511600KF就會領先i5600X分別4FPS和7FPS 至於CYBERPUNK 2077就會同時錄得63FPS打成平手 至於DLSS和Rate Tracing的畫質設定 5600X就會在6項測試中 有兩項會領先i511600KF 包括DOOM INTERNAL的Rate Tracing加DLSS 和CYBERPUNK DLSS Ultra Performance 而i511600KF就會有三項會領先5600X 包括WATCH.LEGION的DLSS和Rate Tracing加DLSS 而比例上會以i511600KF一方 成績會輕微領先少少 不過計性價比之前 我想大家都會好在意i511600KF的發熱量 所以值此我也會和大家深入講一下 首先大家看看CPU多熱 很多時都會直接看AIDA64的FPU STRESS 而結果九成都會是Intel11代的CPU熱度爆炸 就好像今次的測試結果 i511600KF解鎖POWER LIMIT 配FIRMAWEI的TSZ20FURSION B 就會錄得104度高溫和200W的功耗 相反5600X配相同的塔散 就只錄得70度和75W的功耗 這個結果大家看完都很自然會認為 Intel會是熱到黏了 只不過這個結果的背後 即使5600X和i511600KF 都是在FPU的測試 但事實5600X是在AVX2的指令集 而i511600K就是在AVX512的指令集 簡單來說就是兩個人一起考試 但兩份試卷並不一樣 搞成這樣是因為AIDA64的FPU STRESS 支援到Intel11代才有的AVX512指令集 而這個選項預設是開著的 如果把AIDA64內的AVX512關掉 那i511600KF就會跟5600X一樣走AVX2的指令集 而i511600KF的負載溫度就會下降至79度和139W的功耗 雖然相比5600X的功耗依然多近一倍 但起碼的負載溫度就不會有過百度那麼誇張 沒錯想試散熱器表現的話 FPU STRESS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方法 其次就是用AVX512的軟件 對普通用戶來說是少之有少 如果你只是純粹用來打遊戲的話 極其量只會用到AVX或AVX2 而且還要不是全Core扯進 所以相對貼近用戶環境反而會是CPU STRESS 看回i511600KF的CPU STRESS 和Cyberpunk 2077的CPU功耗 可以發現兩者其實不是相差很多 我們就一次過看完兩個測試結果 可以見到i511600KF是AIDA64的CPU STRESS 就會錄得57度和76W的功耗 而Cyberpunk 2077就會錄得60度和62W的功耗 對比5600X用相同的塌散和相同的測試環境 兩組的測試溫度和i511600KF並不是相差很遠 主要是功耗用多10至20W左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i511600KF 就算不解鎖power limit 在遊戲和AIDA64CPU STRESS期間 實際功耗都沒有超出預設的power limit 125W 換言之即使不解鎖power limit 都會走得盡全Core 4.6GHz不降頻 排除了發熱量的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和大家介紹性價比 按照片頭廣告的價錢 5600X就會是2420W i511600KF就會是2080W 如果單純看CPU效能的話 就可以把價錢除回SIMBench的成績 結果就可以看到 5600X就會得出4.688 而i511600KF就會是5.384 雖然成績上5600X會比i511600KF高分 但差價$400就成為性價比拉開的原因 換言之 i511600KF每一元獲得的效能就會更高 至於遊戲 我們剛才會用3070來測試 看回市價 現在大約$7000左右就可以買到 這部份就會把CPU和顯示卡的價錢 拿去除回剛才的遊戲測試成績 結果出來無論是1440P Ultra 還是加上DLSS或raytracing的設定 5600X計算出來的性價比 都是稍為比i511600KF落後 計百分比大約是4-5%左右 而這部份的差距 某程度是被SIMBench收窄了 因為成績上 5600X也有幾個項目是領先i511600KF 正常來說計算性價比到這裡就會完 不過之前有網友反映 計算CPU性價比一定要計算主機板和散熱器才夠貼地 所以之後這個表就會把主機板和散熱器都計算下去 而主機板就會找華慶和華碩 兩邊晶片組同級型號 共8塊主機板 結果出來無論Intel版貴過AMD還是便宜過AMD 最終都會在Intel陣營輕微領先 講完一大堆數字 今集主題大約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就是i511600KF 它的效能可能會稍微落後於5600X 但目前的市價相差近400元 令i511600KF的性價比會更高 第二就是11代Intel CPU的發熱量 很多人都會直接用AIDA64 FPU STRESS的結果 直接和其他CPU比較 但事實是基於走不同的指令集 變相只是把不同起跑線的結果拉在一起比較 再者AVX512的指令集 極少用於日常遊戲或軟件 單常用這個結果去判斷哪顆CPU的話 大家又會不會覺得不夠貼地呢 我會受騙一下 我會覺得可以越來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直接帶五尺士